第九十九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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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的哄笑声中 这胖子似乎慌乱到了极点 都没有看到魏洛等人走过来 竟是没头没脑地冲他们冲来 一进进身边的剑客 见到这人跑动时 真如一个大圆球在滚动 不由也是哈哈大笑着 笑声中 有两个人搜的拔出剑来喝倒 哈哈哈哈 胖子退开 修经了义信君 喝声裁除 那胖子已经撞向了众人 两个拔出剑的剑客顺时跨出了一步 手中青铜剑一滑 泛出一道皇冠后 同时指向那胖子的手臂 他们不想伤人 只想让这个眉头苍蝇一样的眼球闪开 说是迟那是快 眼看两领长剑 就要碰到胖子的手臂时 那胖子忽然双臂一抖 嗖嗖的两下 便把那两剑重重的撞开 而他的人呢 已是沉重的 如巨石一样 狠狠的投向异性君 人在半空中 一道皇冠闪过 却是胖子从腰间抽出了配件 夹着风霉之势 含着无边杀鸡 直直的刺向异性君的胸口 这人是刺客 一阵惊乱的叫声中 含剑眨眼而至 魏洛来不及想 异性君身边的宗师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不见他们出面 在这个时候 他只是嗖的一声 从怀中掏出了木剑来 然后右手一扬 轻飘飘的 宛如粘着绣花针一样的 木剑一横 后发千智 众人的惊呼声刚刚出口 便戛然而至 那胖子被钉住了 他手中的长剑直直的刺出 离异性君的胸口不过二寸时 他整个人僵住了 在他看不清楚黑眼珠肉缝上 一只木剑森森的抵着 渐渐淡淡的荧光吞涂闪烁 相继他的眼珠不足半寸 一片安静中 清秀少年样的魏洛冷笑着 哼 祖下 你如此肥胖显慕 实不宜干这等刺杀之事 安静 无比的安静 不管是这个圆球的冲撞 还是他的初剑 还是魏洛的木剑 都是令得众人应接不暇 一阵安静中 一个贤士忽然痴笑着问了一句 那个小儿 怎么用一个木剑为凶器 这个痴笑声一起 一众贤士都是议论了起来 他们都是文人 木立昏粪 在这种朗朗情日中 便看不到魏洛渐渐吞吐的寒光 同样吃笑的 还有不远处纷纷赶来的 属于计下宫的剑客们 魏洛实在是太面嫩了 看起来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小儿模样 再加上他手持的又是木剑 所以 明明那圆球给他逼得一动不敢动了 他们也是觉得好笑的多 但是这笑声已经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了 因为跑进而来的剑客们 已经发现了情景不对 魏洛对这些浑然无视 他嫖过了左右的剑客 沉生的喝倒 抓住此人 这和声一出 争冲中的剑客一拥而上 把那圆球给架住 他们有心想把此人双手反剪 可这个圆球实在是太肥了 那双手向后一剪 却根本合不到一块去 当下剑客们只好伸剑架在他的两侧肩膀上 本来是应该架在他的脖子上的 可是他太肥了 肥得没有脖子了 只好架在肩膀上 嗖的一声 魏洛收回了木剑 一心军回头冲他一笑 便如没事人一样的大步向前走去 众人赶紧跟上 不一会儿 一行人进入了乾坤殿当中 也许是一心军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刺客 也许是他遇刺之后还如此从容镇定 这时刻 季下宫纷纷赶来的众贤士 在对上一心军时都恭敬了一分 前殿中已经做了百数人 这些人中不但有头戴高官的贤士 还有一些剑客和衣锦的权贵 他们在看到一心军的时候 只是回头瞟了一眼 都没有起身相迎 魏洛细细的瞅了瞅 发现这些衣锦的权贵 居然有秦人 楚人和晋人 还有宋人 难不成这些人 也是到季下宫来挖人才的 一心军大步走到左侧第二排空榻上坐下 魏洛紧跟在他的身后坐好 他刚一坐好 一个宋国权贵 已经大步的向他走来 他双手一插 有点羞愧的向一心军说道 此人方与我剑客戏 败针之下跳离 万万没想到 他竟会自杀于君 这人的羞愧 是因为那圆球 被自己的剑客逼得走投无路的样子 居然都是假装出来的 一心军站了起来 双手一插笑道 哈哈哈哈 足下言中了 刺客之事 是防不胜防 那宋国权贵连忙应试 这时 一个从殿外走进来的闲事 向魏洛看了一眼 插手探导 从下人才济济 一小儿竟已一目见 便可轻易置住一界见诗 诗令人不得不惊讶呀 哈哈哈哈 一心军哈哈一笑 转眼间 又有不少人跟一心军寒暄了起来 寒暄声中 一个鼓声咚咚两响 瞬时 大殿中安静了下来 魏洛双眼咕噜噜的一转 马上明白过来 那鼓声 便如上课的铃声一样 只要一响 众人便得停止私语 只是安静了片刻 一个季下宫的闲事站了起来 他向一心军一依 朗生的说道 君文卵不惊 是有丈夫之风 我为法家徒 怨父之 这话一出 一心军连忙站了起来 他朝那闲事插手环里应导 德军看重 是一心之福 哈哈哈哈 一心军的话刚刚出口 忽然间 一阵大笑声震天借地的传来 大笑声中 一个身材高瘦如竹竿的 楚国贵人站了起来 随着他的站起 众人都转眼看去 等着他的开口 那楚国贵人收住了笑声 向着一心军双手一插 朗生地问道 文却因两成相换之美机 触怒其后 不容于公子依 公司为一心军 使小小弄成耳 在其后踏上成宽时 还可有一荣身之地 现有衣服不敢取 空有军卫 却任由七领 可笑 哈哈哈哈 太可笑了 多 想其国无人 只数子一成熊 嘶哑的大笑声中 一心军身后的人 奇奇变色中 那楚国权贵 向着刚刚求衣服的贤士 挤了几眼 痴笑着 哼 君和鱼也 居然刚为一弄尘之时刻 嘶嘶 不若随了我去 纵使求不得富贵 以可保得身家性命 居然如此无力 却如此嘟嘟逼人 魏洛垂下眼瞼 暗暗地寸道 素刚刚来到一下宫 便遇到了刺客 刺客之事刚刚解决 便又遇到这种人的挑衅 唉 时事风雨欲来呀 那楚国贵人的唾骂 十分的刺耳 一心军 以及身后的贤士 气得是脸红目赤 却一时找不到话来辩驳 魏洛马上便发现了这一点 想来 一心军也没有料到 自己一来 便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身边所带的贤士中 也没有即便之财 魏洛疼地站了起来 他哈哈地一笑 在引得众人都向他看来时 魏洛从怀中掏出了木剑 啪的一下 扔到了那楚国贵人的面前 一片安静中 魏洛声音一提 冷冷地晒道 魏国楚雄 不过是蛮夷之身而称大王 魏国昭王 因以女色 如今昭七国连击之载 有如此王上 你们面目耻笑他人 哼 有所谓 英雄何必论出身 我家主公 能以贫贱之身而封君 能拥城池两座 拥石克七百 便是人中之节 便是当世之雄 他的功过是非 非你这生而富贵 长而平庸之人 所能论述 是丈夫便捡起五件 一击定生死 这是生死斗 他一个小儿 居然向对方 发出了生死斗的邀请 一阵私语中 一时之间 所有的声音都敲湿了 一心君豁然抬头 他又惊又怒 又是感动 又是担心地看着魏洛 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个时候 一心君身后的贤士见客们 都是满脸的羞愧 这个时候 记下宫的贤士 都在暗暗地点头 不管是谁 都知道那楚国贵人如此侮辱 一心君为了维护他的尊严 是必须提出生死斗 这一点 他是无可逃避 只有魏洛 狠狠地盯着那楚国贵人时 心中在暗暗地存到 以公子精灵的性格 文公不可能一次掳我故城 便就此退去 他会一直一直守在我的左右 只等我的身边没有宗师就出手 靠他人 永远不如靠我自己 昨天那一战之后 我清楚地感觉到 我所领悟到的 比以前独自练习半年还要多 现在的我 要想尽快成为宗师 只有实战意图 这楚国贵人身后有贱客 没有一个是宗师 就算是有宗师存在 他隐移了气息 令我感觉不到 以他们的骄傲 也不会在这种场合 在借下宫的众贤士面前 出手欺负我一个小儿的 哼 只要是宗师不出手 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宗师之下 无论来者是谁 我都可以一拼 魏洛想到这里 目光中又是沉静了几分 现在的他 一想到那个无处不在的稳公 一想到令德稳公来时 公子精灵会有的 那种万事尽在他掌握之中的姿态 心中便是恼恨不已 因此他要通过实战 使得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那楚国贵人脸色大轻 周围剑客们传来的吃笑声 顿时是无比的刺耳 出面要求生死决斗的是一个小儿也就罢了 最可恼的是 这个小儿扔出来的却是一柄木剑 当真是欺人太甚了 而且那小儿的一番话 侮辱了使楚国成为霸主的楚雄王 也侮辱了现任的楚昭王 最可恨的是 他的话令人无法反驳 不管是两位楚王的所作所为 还是这小儿所说的 英雄何必论出身的说辞 都是让他只有张口结舌的份 无边的恼恨中 楚国贵人身后 搜得站出来一个剑客 那剑客冲着他的主人插手行李 转向卫洛鹤道 无那小儿 我来与你一站 那剑客十分高大 一脸落腮胡子 光这样站着 汉勇之气便是扑面而来 看了看他 再看了看瘦小清秀 宛如若鸡的卫洛 众人忽然踢着小儿担起心来 在众人的盯视中 微落一脸平静 他看向楚国贵人 声音淡淡地说 污如我主上 言辞不堪 我若得胜 请君以向上人头相送 他的声音很平淡 很平静 他又嫩清秀的小脸 仿佛是权贵府中 随时可见的铜男 可是这样的一个小儿 一开口说出的 确实要一个权贵 以自己向上人头相送 顺时 击一半双眼睛同时转过去 钉向那个楚国权贵 在众人的目光中 那楚国权贵脸色铁青 这种铁青还带着狐疑 他与身后众人一样 对魏洛生了疑心 他自持身份 刚才没有出电 也就没有看到那肥胖剑客行刺的一幕 在一片安静中 那楚国权贵咬牙喝道 哼 想娶我头颅 多 若你方败阵 那又如何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异心军清冷的 冰玉相机的声音传出 若小儿败阵 包括我在内 头颅任君取义 他这话一出 大殿中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魏洛听到异心军这么一说 不由蒸蒸地回过头去 他呆呆地看着他迎白如玉 华美如花的面容 半赏半赏 他眨了眨眼 转过头来 那楚国权贵得到了异心军这一回答 脸上时清时白 好半赏 他大声地喝道 这一声落地 鼓声大作 鼓声刚刚一停 一个尖锐的鹤声传来 楚大夫言 七意信均速 相随战 胜者得胜 败者认命 落言无悔 气 那气子脱了很久很久 带着森森的杀吉 魏洛和那胡子剑客同时站了起来 魏洛的身后 传来了一个剑客低语声 小儿 木剑怎可用于此处 我是有宝剑一名 文言 魏洛没有回答 他笑了笑 无许 我已习惯 说吧 他大步地走出 很奇怪 他现在很是平静 不只是平静 隐隐的他还有点兴奋 这时的他浑然不弱 平素那般谨小慎微 步步筹化 他甚至都没有心思担忧 如果自己战败 速地向上人头 便会不保了 在一阵的安静中 他大步地走到过道中 拾起了那木剑 他把木剑一拿起 一阵喧嚣声震天借地地响起 显然 众人万万想不到 在这种生死相搏的场合 眼前这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儿 居然以区区木剑堆敌 哼 这小儿啊 是不是也太猖狂了 这下儿竟是嚣张狂妄这此 众人的议论声 贺骂声 劝阻声 以及摇头叹息声 魏洛一点也没有放在眼中 他拾起木剑后 微微回头 朝着一心君看去 一心君对上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时 清显温润的一笑 魏洛回忆一笑 他这个笑容 十分的单纯 里面没有侵入半分的紧张 半分的不安 这种单纯 奇迹般的 领得一心君身后的剑客贤士们平静下来 魏洛拿着木剑 纵身跳上石台 这时刻 那洛塞胡子也是跳上了石台 两人面对面一战 喧嚣声更响了 眼前这小儿若如小鸡 对面的大汉壮如牛 这一个对比 细胳膊细腿的小儿 浑然只有对方三分之一大小 那洛塞胡子脸色有点沉郁 他盯了一眼魏洛的小身板 又看向他手中的木剑 这人 刚才也没有看到魏洛平一柄木剑 便轻易地制住了一个刺客 所以他的目光中有着不屑 甚至有了被看清的恼怒 两人面对面站好之后 作为挑战方的魏洛 朝着对方双手一插 冷声地说道 一见清恩怨 台下不问仇 同情 胡子大汉也是抱拳喝道 一见清恩怨 下台不问仇 同情 喝完之后 他盯着魏洛 冷冷地说道 胡子 诺 魏洛声音清脆地 应了一声之后 手中木剑轻飘飘的 像是一个没有半点内力的 小儿在戏耍一样 摇晃着 向那个大汉的胸口刺去 大汉看到他的初见 目光中的轻视更深 他张大了嘴 纵声爆喝 爆喝声中 他手中的长剑花的一滑 夹着风雷之势 直直地砍向魏洛的景象 他这一招 利用得很猛 视野极其的强大 众人看到如此狂风中摇晃的魏洛 一时之间 仿佛看到了他的雪剑石台的模样 都是有点不忍心了 接下去的 就是夏威剑来得很狂 很猛 风声呼啸 宛如春来 一动不动的魏洛 在这一刻 目光中却是闪过一抹失望 就在大汉的常见呼啸而来时 他的目见动了 他右手一弹 目见轻飘飘的 从对方呼啸的排山倒海的剑峰中 静静地飘了进去 他的目见很是轻 他的人也很轻 大汉的风雷之势是如此的狂猛 简直要把他刮倒撞倒在地 这时 魏洛那轻巧的目见到了 目见后发先至 极其简单地 干脆地刺向了那大汉的外卖处 就在离皮肤还有三次远时 一件寒森森的荧光 从目间渐渐吞吐射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月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